昔日的歌坛小天后孙燕姿为人母后 生活变得以家庭为正 随着一双儿女的长大 她也渐渐开始乐于分享亲自时光 11月22日晚 孙燕姿通过个人的社交账号 晒出一双儿女玩耍的温馨罩 并捧问称 最近虽然没有把自己放第一 但每天换来的微笑与拥抱无价 照片中哥哥光着胳膊半躺在沙发上 双手将妹妹护住 妹妹看着也很喜欢哥哥 兄妹玩耍十分的亲密 画面非常的有爱温馨 照片曝光后 网友分分为官并留言称 一家人好暖呀 多么美好的画面 这就是幸福的定义 哥哥妹妹好有爱 好温馨的场景 孙燕姿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她在2011年时 与男友纳迪姆结束了五年的恋爱长跑 在新加坡登记结婚 随后生儿子 生完孩子后的孙燕姿 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 经常在家里照顾儿子 在2018年7月又生下了一位女儿 现在的孙燕姿儿女双全 可谓人生赢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